第五百零一章 鹿州正要转身返回东阁 昭月池飞书走了过来 师父 将爱见的飞书 念 老前辈 砍金莲之法传入宫中 宫中有人召集百名金莲 上午 斩金莲者十人 有一人存活 老前辈 我感觉我将要见证历史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昭月不想念飞书的原因 每次到最后 都哈哈哈哈 有点烦 然而 当他念完这封信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却正正地看着他 昭月的注意力都被哈哈哈哈三个字转移了 见大家的目光很奇怪 他恍然想起飞书上的内容 联盟再次打开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有一人存活 沉默片刻 盼了一天问道 如此说来 砍金莲之法可行 先有夜 后有莲 年轻的修行者 可能无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 老年格这仨老头 已经感觉到了 问题出自金莲上 丝乌鸦更是眉头一皱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上一秒 他还在坚持自己的答案不会错 下一秒 便有人在他面前狠狠地撕碎了他的答案 如同往他脸上抽了一个耳光一样 这比出手教训他还要难受得多 陆珠看了一眼丝乌鸦 并没有对飞书发表意见 转身返回东阁 恭送师父 恭送阁主 其他人看了一眼丝乌鸦 纷纷离开了后山 只剩下朱红供 来到丝乌鸦身边说 金师兄 回都回来了 你就不能低调点啊 师父一走 丝乌鸦恢复正常 我如何低调 这些人终究是外人 身为摩天阁的弟子 绝不能丢摩天阁的脸面 好像有点道理啊 师父那些问题你真答不出来啊 空凡的问题罢了 回答不出 也受正常 骑师兄啊 您早点休息 师弟告退了 回到东阁的陆周 来到桌旁 挥动毛笔 将金莲的样子 画在了纸上 端详片刻 陆周抚须点头 砍金莲已经正式可行 接下来 那就是增加存活率了 以整个天下人的脑袋 应该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群策群力 终究胜过单打独斗 就在他准备参悟天书的时候 门外传来声音 徒儿拜见师父 师父万寿无疆 进来 诸空供推门而入 跪地便到 师父啊 徒儿觉得七师兄好像不服 不服 刚才那些问题 莫说是思乌扬 就连他自己也没办法回答 那他还有什么不服的 他说 您提的问题都很空泛 回答不出来 正常 朱红供小心翼翼的 陆周眉头一皱 这涅图果然是比 于尚荣难调教的多呀 黑老夫还就真就不信邪了 他忽然想起了 被数学支配的恐惧 老脸不由得抽动了下 也不用数学界其大难题 也不用高精尖领域的 技术问题 毕竟这些 陆周自己也无法证明和解答 到时候 他还是不服 陆周随手一挥 上面 一张宣纸飞起 提起毛笔 重新用当前的语言 组织了一道数学题 啥啥啥 不多时 宣纸上写满了字 拿给他 陆周放下毛笔 徒儿遵命 朱红供拿着师傅 写好的数学题 离开了房间 陆周忽然想起 朱红供从斯无雅那里 获取的消息 斯无雅又岂会让 朱红供套走消息呢 荣西荣北这么大 上哪儿去找记忆睡觉 陆周返回厅中 盘腿坐一扑团上 又认真梳理了一遍 积天道的记忆 想要从中获取 关于记忆水晶的事情 可惜的是 最终一无所获 封印的到底是什么呢 积天道冲击九夜的秘密 或者是其他的啊 陆周没事的时候啊 总结了一下记忆缺失相关的几个方面 第一 积天道的系统 这从穿越之初 功德系统无缝衔接 便可以推测出 第二 天书的记忆 宫中太后利用天书治病 给他这个提示 第三 积天道要杀于尚荣的信息 这在云照安的时候 于尚荣亲口说出 第四 积天道死亡前的记忆 最后这一点呢 倒是有待商榷 或许人在临死的时候 大脑会失去思考 从而遗失记忆 又或者是 得了老年痴呆 都有可能 想要找到记忆水晶 还真得好好调教丝乌鸦 想到这里 路周摇摇头 并起杂念 路周拿起最后一份天书开卷 何成 何成新的天书开卷 请问是否参悟 参悟 随着路周默念一声 第四份完整版的天书开卷 化为点点星辰之光 融入了他的身躯之中 淡淡的蓝色光滑 涌入脑海里 顿时感觉到一股清凉感 充斥脑海 充斥奇经八脉 充斥所有的感官 路周心生疑惑 这次天书开卷开悟以后 和以前的三次天书开卷 截然不同 他分明感觉到身体的 其经八脉和机能 像是得到了滋润似的 打开系统界面一看 剩余寿命 12754天 增加了3000天 这相当于 10张逆转卡提供的寿命 这个奖励不错 这是路周第一次 从飞道具卡的功能以外 获取寿命 这给路周提供了一个 价值非常大的线索 哪怕是寿命大限的人 也可以获取寿命 换言之吧 千年寿命大限的真理 可以被打破 路周关闭了系统界面 开始参悟新的天书开卷 按照之前的规律 一份天书开卷 开启一项天书神通 那么 这一次会是什么 第502章 朱空共拿着宣纸 屁颠屁颠地朝着后山跑去 很快便来到了思过洞 齐师兄 思乌雅端坐在思过洞中 闭目养神 压根就没去思考 师父留下的问题 什么事 师父给你的 朱空共来到洞中 将宣纸递给了思乌雅 思乌雅接过宣纸 迅速浏览 今有智土同龙 上有350族 下有940族 问智土各集合 朱空共挠挠头说 齐师兄啊 上面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思乌雅没有理他 他已经立刻被这道题 抓住了思维和注意力 很快陷入了进去 他在脑海中迅速思考了起来 稍稍计算便有了数 似乎题目并不难 不过是师父出的题 不能表现得太容易解决 得适当装一下 朱空共见思乌雅陷入沉思 也不敢轻易打扰 便在一旁等待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等着等着 干脆就坐在地上睡着了 等到朱空共睁开眼的时候 夜色已经降练 思乌雅这才缓过神来说 八师弟 八师弟 在在在在 朱空共一个机灵 打了个哈欠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日一早 答案给你 哦 朱空共伸了伸懒腰 走出了 呃 对 就是这样伸了伸懒腰 走出了思过洞 走到外面 回头看了一眼 七师兄 这是脑子进水了吧 不就是一道无聊的题 至于这么较真吗 一日一早 陆珠缓缓睁开了眼睛 感觉到神清气爽 说不出的舒服 可能是新的天书开卷 带来的效果 让陆珠的变化 比之前也要大一些 他看了下白发 比之前又多了些许青丝 若是和刚穿越的时候相比 变化挺大 但是和昨天相比 变化不大 调教丝无牙 获得功德值二百点 嗯 这样也行 陆桌粘了起来 来到书桌旁 再次提笔落笔 啥啥啥啥 写完之后 便令人将朱红供叫了过来 托儿拜见师父 朱红供屁点屁点的 非常积极 进来 朱红供步入房间 看到师父刚好放下毛笔 便黑黑笑道 师父 您出的难题 启师兄一夜都没解开 抽的黑眼圈都出来了 陆舟心中微争 结合积天道的记忆来看 这个世界的数学发展 的确不怎么样 也不可能会像现代人那般 使用现代思维变体 但是像这样的题目 也应该难不住 四无牙才对 怎么解不出来吗 不过 陆舟也料定 他能解出来 数学的难度 是要慢慢提高 才能让他心悦成福 知道数学的可怕之处 将桌上的题目 拿给他 徒儿遵命 一张是上道题的答案 一张是新的题目 徒儿明白 朱鸿公拿着答案和题目 离开了东阁 来到了思过洞 这一进入思过洞中 便看到精神状态不太好的 思无牙连连点头 这题出的妙啊 出的妙啊 拜见齐师兄 思无牙转身 一把拉住 朱鸿公说 这真是师父出的题 当然了 我亲眼看到师父 灰笔泼墨 除非我眼瞎 师父怎么看 都不像是聪明人 思无牙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道 还好经过一夜时间 替我解开了 齐师兄厉害啊 勉强过得去 其实 思无牙对自己的解题 并不是很满意 毕竟 这题目看起来非常简单 居然花了一夜的时间 最愚蠢的办法 直接去农夫家里 抓一堆放在一起 直接数 都比他计算得快 这师父给你的 朱鸿公把宣纸递了过去 思无牙呢 本来有点萎靡 一看到有新的题目 顿时来的精神 他看到第一张纸上写着 兔一百二 至二百三 师父也知道答案 思无牙心中一惊 这答案和他刚解出来的 一模一样 他怎能不惊 虽然解答出来了 可是他真的高兴不起来 师父出的题 当然知道答案了 思无牙看向第二张宣纸 亲友物不知其数 三三数之胜二 五五数之胜三 七七数之胜二 万物几何 看完这道题 思无牙眉头微皱 这是一道不输于上道题的题目呀 思无牙看完之后 所有的颓废和疲惫消失不见 精神也变得比之前更加亢奋 普通人一夜集中精力 专注做事情 干一夜 那必须是年轻人 年富力强才能做到 对于修行者而言 熬夜做题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 思无牙修为被束缚 结起这类题目呢 还是稍稍有些吃力 这一夜过去 眼圈都黑了 拿到这道题 思无牙顿时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开始研究了起来 要是放在平时 他也懒得研究 但这题目是师父出的 一想到这里 他就来劲 朱虹公一脸无语 心想 这下完了 齐师兄是真的魔装了 就算你算出来又能如何呀 齐师兄 朱虹公挥挥手 思无牙还真就当做没看到他似的 轻声叹息 朱虹公大副偏偏 副手离开了思过洞 哎呀 可算是肆无忌惮地摆一回大爷造型了 那是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呀 真那么舒服呀 刚走出思过洞便看到潘仲和周济峰走来 见过八先生 朱虹公端着架子 清了清嗓子 颇具威严的道 合适啊 没事 就是来看看 听说七先生解了一页的题 我们也感兴趣 有这功夫 不如好好修炼呢 朱虹公摆了二人一眼 然后 将拿出来的那张白纸扔给了二人 多谢八先生 这题瞬间在摩天阁传播开来 平日里 他们消遣的方式匮乏 除了修行以外 便是吃喝拉撒睡 难免少了很多乐趣 突然有这么一道题出现 大家开始研究了起来 陆周一直在房中参悟添书 也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第503章 次日早上 天还未大亮 陆周便听到一声提示 调教斯乌雅 奖励二百公得持 调教斯乌雅 奖励二百公得持 这次居然来了两次提示 这倒是有趣啊 看来老夫得多出几个题 调教调教这孽图啊 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徒二拜见师父 朱红供的声音传来 进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朱红供也没有以前那么特别的拘谨了 反而显得很从容 进入房间内 看到盘腿而坐的师父 攻身道 师父 齐师兄昨天便解开那道题 和您给的答案一样 陆周面色如常 那第二道题呢 徒二觉得 秦师兄能解开 不过 看秦师兄抓耳挠腮的样子 想必挺痛苦的 桌上的 拿给他 诶 徒二遵命 朱红供拿着第二道题的答案 和第三道题 来到了思过洞 秦师兄 答案来了 还有第三道题 思乌牙连忙接过答案 和新的题目 对比了一下 然后赞叹他 妙 真的妙 周红供看了一下 思过洞中的石桌 竟然被垂裂了两个窝口 齐师兄 你做的 一时情不自尽 思乌牙看着纸上的东西说 齐师兄 别解题了 好无聊啊 车起 思乌牙的声音 显得无情冷漠 啊 朱红供愣了一下 连忙道 这就走 朱红供离开以后 思乌牙冷静了下来 喃喃自语道 二十三 一百二十八 二百三十三 我竟只算了一个 师父用这种方式表达 前所未见 大开眼界啊 纸上答案 可不只是写了答案 还有假设的未知数等 对于思乌牙这样的聪明人而言 答案稍稍点出思路 便如同是醍醐灌顶之意 想到这些 他如何不惊 至于第三道题 准确来说 是第三张纸 看完之后 思乌牙整个人愣了很久 他这才明白 前面两道题 不过是开胃菜 第三张纸上 有三角形 有圆形 还有思乌牙 基本上看不懂的符号 是的 他是真看不懂啊 因为这一张纸上 出现的是更高级 这个几何代书题 莫说是思乌牙 从未接触过这种观念的人 就算是路舟穿越前 看到这些题目 也是一样头疼啊 这可是 无数学子被支配的恐惧啊 调教思乌牙 奖励二百功德值 连续来了三次提示 路舟才满一点头 心想 我看那些题目都头疼 又何况你呼 第三张纸上 包含了代数和几何 这对于一个 缺乏数学基础概念的世界而言 普通人看到这些 如同看到天书啊 思乌牙不是普通人 他研究一定时间 应该能看懂的吧 一念至此 路舟闭上眼睛 继续参无天说 到了下午 摩天阁其他人 已经放弃了解题游戏 因为这种长期陷入苦恼的状态 很容易折磨的人 痛不欲生 到了晚上 思乌牙望着纸上的题目 整个人显得有些木讷 这就好像 在自己变笨了很多似的 人就是这样啊 当看到很难的东西 出现在眼前之时 信心遭到打击 就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 思乌牙也不例外 他哪里知道 摩天阁其他人 早就放弃了呢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思乌牙都在研究纸上的题目 越是研究得清楚 他越发地发现 题目的难度 转眼五天过去了 路舟的天书参悟也很顺利 天书非凡之力 也早就达到了宝盒 只是不知道 这第四种天书神通 到底是什么 神通已经参悟 那么 道具坎也该涨价了 打开道具栏一看 果不其然 所有坎都涨了五百 路舟正在心中 痛骂系统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声音 师父 齐师兄想要见您 闻言 路舟面色如常 这涅图 不可能解除纸上的难题 何事啊 齐师兄想要请教 关于纸上难题的解法 哼 他也会请教 朱鸿供听出来 师父他老人家有些生气了 连忙道 哦 土耳会把原话带到的 朱鸿供离开以后 路舟抚须看了一眼窗外 寻思着 笑样 老夫还知不了你了 接下来的几天 路舟采取了难度上的循序渐进 题目上一步一步提高难度 也不指望他能解除答案来 目的就是让他懂得题目的含义 学无止境啊 越是了解数学 斯无阳 就会越清楚其中的奥秘 思过洞中的斯无阳 的确像路舟所说的那样 随着对题目的了解和加深 他发现 这些题目比想象中的要难得多 他的模样 也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人被折磨得就像是个疯子似的 头发凌乱 一心扑在一堆纸之中 七先生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痛心难 潘仲看了一眼 转身离开 那些题目简直丧心病狂 令人发指啊 拉倒吧 你都看不懂 就在潘仲和周继峰二人准备离开后山的时候 一名女弟子跑了过来 潘仲周眉道 怎么了 永宁公主上身恶化了 已经有人去禀告阁主 我来通知一下七先生 女弟子急急忙忙说 这时 一向不理外界干扰的斯无阳 出现在斯国洞口 顶着黑眼圈 一脸憔悴 眉头却皱着 永宁在 第504章 斯无牙纵然再怎么麻木无情 也不可能袖手旁观 看着她死 好歹 好歹永宁帮助过她很多 没有情 也算有恩 女弟子将永宁公主的情况说了一遍 听着斯无牙眉头拧在一起 沉默片刻 斯无牙说 放我出去 潘仲和周继峰愣了一下 他们可没有这个胆量 放斯无牙 离开斯国洞 只能无奈地看着她 七先生 不是我不放你出去 是 否出去 斯无牙那副表情 摆明了 必须要离开斯国洞 可问题是 就算给潘仲和周继峰 十个胆子 也不敢轻易放她出去 斯无牙没了修为 也没武器 自然不能像于上荣那样 无视斯国洞的屏障 就在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 一道洪亮的声音传了进来 放她出来 潘仲和周继峰看了过去 端木生手提霸王枪 凌空悬浮 俯瞰斯国洞 谨遵三先生之命 不多时 斯无牙便从斯国洞中走了出来 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端木生 令斯无牙感到惊讶的是 端木生的气势 比以前更胜了几分 修为可谓是进步神速 多谢三师兄 不是我说你啊 整天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用吗 你若是有那些功夫 不如研究一下斩金莲以后的修行理论 造福摩天阁 他人呢 自然会敬畏你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般模样 连救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没有足够的能力 斯无牙心中很无语 他很想反驳 但一想到三师兄那火爆脾气 我会记住三师兄的教诲 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最后一面 斯无牙心中咯噔了一下 他岂会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他不敢多想 连忙朝着南阁走去 潘仲和周继风等人紧随其后 很快 斯无牙来到了南阁中 小冤儿见到斯无牙走来 立马迎了上去 担心道 齐志兄 永年姐姐要死了 昭月一把拉过小冤儿说 别着急 三位长老已经在看了 朱红公看着小冤儿说 小师妹 别瞎说话 在这种场合之下 其他人自然不敢轻易插嘴 斯无牙看着紧闭的房门 正要进去 吱牙一声 门开了 花无道走了出来 花月行来到一旁问道 怎么样 花无道叹息摇头 刚忍刺入 伤及五脏六腑 哎呀 准备好事吧 此言一出 在场之人纷纷摇头叹息 听到花无道的话 斯无牙没有像想象中那样 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情绪波动 而是脑海中浮现了 当日梁州城一战中 永宁公主 手持刚刃自杀的场景 永宁很聪明 她知道 哪怕她不出来 刘炳或者项烈 也一定会将她拉出来当人质 所以她主动站出来 拖住项烈 给了斯无牙时间想对策 斯无牙因此偷袭项烈成功 为了不成为斯无牙的负累 永宁选择自我了断 斯无牙 斯无牙有时候觉得她很傻 傻得天真 好好的 待在宫中小夫不是挺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参与修行戒中的纷争呢 这时 门再次打开 这次走出来的是潘离天 潘离天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她拿着手中的酒葫芦 狠狠地往嘴里灌了一口 昭月上前问道 潘长老 情况如何 按照关系来算 昭月那是永宁的姐姐 她岂能不关心 潘离天摇头叹息 老朽输了一半的元气 无法治愈她体内的伤痕 从那伤痕的角度来看 她应该早就想好了 不需要立刻死掉 又无法被救活 宁可忍受长久的折磨 也要睁眼看着这最后的世界 老畔 你别吓唬人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潘仲问道 老朽是那种撒谎的人吗 小渊儿拉了拉丝乌鸦的一脚 低声道 岂师兄 去求求师父吧 他老人家一定有办法救应您姐姐的 潘离天耳朵间 看向小渊儿说 莫说是阁主亲临 就算是八叶佛门高手来了 也无法救她 此话怎讲 这是 冷罗也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没等潘离天开口 冷罗先说 潘长老和花长老所言有理 众人看向冷罗 这位三百年前黑榜第一人 她的话 自然是相当有分量 这丫头的钢刃有些奇特 似乎下了毒 腐蚀五脏内腐 开始的时候很难发现 在真正爆发 想要再救治就难了 佛门有三种治疗手段 此行普通 宁静台 佛光普照 这三种手法 都无法治愈这丫头 斯乌鸦来到冷罗身前说 你别的办法 你是摩天阁第七弟子 智慧过人 聪明人应该听得懂我们的话 若是不信 你自己进去看看 冷罗让开 有老年阁三大长老下了断眼 谁还敢不信 其他人无奈摇头 摩天阁的弟子 对永宁比较有好感 岂能甘心地看着永宁身死 丝乌鸦的眼皮子跳了几下 小鸢儿再次道 我说师父可以 师父就可以 走 快去求师父 见小鸢儿如此执着 花无道点头 还是请阁主试试的好 虽说希望渺茫 但终求也要一试 有道理 阁主他老人家 擅长佛门 此行普渡 就算救不了 也应该能稳一下 你们哪 还嫌阁主他老人家身少 吓天乱 毕竟阁主一把年纪了 要浪费元气 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 凭什么呀 搞不好还要把自己搭进去 大县将至之人 每一分元气都显得弥足珍贵 众人正讨论着 身后便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路舟副手缓步走来 面色严肃 声如惊雷 拜见阁主 拜见师父 顿时 场面安静了下来 路舟来到了众人跟前 目光一扫 看到斯吴雅也在 眉头微皱 南阁众帝 岂容叛徒入内 斯吴雅成惶成恐 连忙跪倒在地 徒儿恳求师父出手救人 徒儿验受任何称呼 第505章 斯吴雅这一跪 令南阁安静了下来 他的事 别人插不了手 也没办法插手 只能在一旁看着 敦牧生从附近走了过来 担心下跪倒 师父 是徒儿放他出来的 雄宁公主也算对他有恩 徒儿没想太多 只是想让他们做个告别 陆周抚须点点头 目光在众人身上掠光 他也看到斯吴雅的脸色很狼狈 心中也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他会被数学题折磨成这样 可见 斯吴雅是有多将 陆周看向老年阁三位长老 情况如何 华武道冷罗和潘黎天三人 将各自的诊断 一一说给了陆周听 了解了基本情况 陆周心中也算是有了书 他现在有绝地疗伤卡两张 强化版绝地疗伤卡两张 问题应该不大 只不过 这也不是说救救救啊 你是在求老夫 徒儿肯定师父出手 哪怕有一切希望 也要救他信你 给老夫一个救他的理由 陆周这句话 不仅让斯吴雅愣了一下 也让在场其他人纷纷一正 出于师徒的关系 帮你解决梁周之危 已经算是人之一尽 更何况 叛离师门 还拿这副态度对待老夫 老夫若是没点尊严 那这张老脸今后往哪搁呀 斯吴雅可不蠢 当然明白师父这话中的意思 以师父的理由 这等于是自打嘴巴呀 但好像没有其他理由了 陈思片刻 斯吴雅说 师父要怎么样才敢出手 陆周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朝着永宁公主 所在的房间走去 众人让开一条道路 言之过早 三位长老都说救治无望 若真如此 你求老夫也没有意义 说完 陆周推门而入 斯吴雅连忙起身 恭恭敬敬跟了过去 进入房间内 其他人只得在外面等待 绕过屏风 进入内屋 便看到了双目紧闭的永宁公主 脸色憔悴 嘴唇干裂 看到这一幕 斯吴雅的眉头皱了皱 思绪复杂 难以言语 陆周抚须看了看 轻轻摇头 你何德何能 静得小丫头痴心一片 看着床上双目紧闭的永宁公主 丝无牙越发的感觉到胸口 像是有一口气堵着似的 眼前不断浮现往昔种种 一起赏风花雪月 一起吟诗作对 一起谈古论巾 也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在女人这块 仿佛是一片空白 他全然不知 那时两人已经走得有些近了 当他有所警觉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总是出乎预料 宫墙之内 很多东西身不由己 他不认为他有感情 可回想起为了他不顾一切 致生死于度外的永宁公主 他又怎么可能做到舒适无睹 师父说得对 自己何德何能 让别人为我而死呢 陆舟来到了床边 大脉诊断 片刻过后 诊断完毕 诚如三位长老所说的那样 那道刚刃已经伤及内服 按照最初的判断 若是一般的刚刃 只需要好好修养即可 现在看来 这刚刃似乎还有腐蚀的作用 伤势积累 突然爆发恶化 造成了今天的后果 陆舟站了起来 抚蚀道 他还有救 丝乌鸦心中一袭 正要准备下跪恳求 陆舟又道 记忆水晶 你真不知道在哪 荣熙或者荣北 从土耳返回摩天阁开始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 若有半句谎言 天打雷劈 毕竟记忆水晶是由自己亲手封印 的确不太可能轻易被人知道放在了哪里 梁州一战 计划很周详 若是于正海在 那一战 幽名叫毕胜 老夫很好奇 为什么于正海不在 按照最初的计划 大师兄的确应该出现在两种 后来 土耳考虑到变数 便留了后路 项链算是变数之一 只要大师兄不出事 有名叫取胜 是早晚之事 你觉得于正海有能力拿下神毒 不需要拿下神毒 你就这么自信 刘英乃昏君 丽英群起而攻之 昏君 刘英继位以后 从不上朝 黄渝正式 一直在暗中 研究寿命与九夜的秘密 他才是杜天江 白民消失的真正主谋 陆州猝了一下眉头 司乌鸦继续说 有典籍记载 齐城隍 可得两千岁 为了找到城隍 刘英打开杀戒 血洗鱼龙村 此事过后连续十年 打捞陈师 寻找城隍 为了找到九夜的秘密 不惜在多座城市 复刻石决阵 杀害修行者做实验 黑棋血洗上原城 是他手艺 冷罗曾是黑棋 此事可找他对质 还有 酒取和服尸三万百姓 好了 陆州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打断了司乌鸦的话 他知道司乌鸦要表达什么 无非就是想说 刘英有多么残暴无情 昏庸无能 这一点 从顺天院那一站中 便已经知晓 无需坠言 二皇子刘患的死 刘英都无动于衷 可见刘英的冷漠和可怕 你是想要当 改天换地的大英雄 图儿没有那么大志向 那是大师兄的想法 图儿只想搞清楚一件事 何事 图儿想搞清楚 大阎皇室 为何能立足天下这么久 图儿想知道 大阎皇室的手中 到底在故意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回答的语速不急不缓 陆州再次皱了下眉头 他本以为司乌鸦会说一些 和于正海有关的事 或者和记忆水晶有关的事 没想到司乌鸦的关注点 一直集中在皇室身上 这是他入皇宫成太妇的原因 逻辑上似乎非常合理 为什么司乌鸦会有 这样奇怪的想法呢 司乌鸦似乎看穿了 师父有此疑惑 仅凭八夜和视觉镇 远远不够 语气一顿 他又道 你若不信 托尔可灵暗网中人 将和新情报资料送来 就算你搞清楚了 又有什么用呢 咳咳咳咳 就在这时 永宁公主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 司乌鸦见状 连忙跪地 就是 第506章 这铺天之下 能救她的 唯有老妇 担长一提 手中出现 绝地疗伤卡 担长向下 潮水式的能量 宛若流蓄似的 落在了永宁公主的身上 绝地疗伤卡 有30%的疗伤效果 此行普度 司乌鸦有些惊讶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但转念一想 在梁州城的时候 师父都能使用 十丈之高的 佛祖金身 能够使用这些治疗手段 也属正常 她忽然想起 自己和大师兄 说过的话 那时候她不敢确定 但如今 她越发地觉得 师父真的可能 找到了破开大县的方法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 在大县将至之时 还能单掌决胜气质 一招灭项烈 又怎么能在汝南生坛 一招斩空旋 看着眼前 不断滋润永宁的能量 丝无牙双目之中 尽是惊讶 片刻过后 陆州治疗完毕 单掌收起 按照预估 这一张卡 应该可以保她不死 剩下的 慢慢休养即可 永宁公主 依旧在 闭着眼睛的情况下 剧烈地咳嗽了心 嘴角出现了血丝 陆州觉得有些奇怪 扶下身来 再次切脉 淡淡的元气 进入永宁公主的武藏内府 南阁中 众人亦是驻足等待 其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昭月更是来回夺步 诸鸿公说 武师姐 您停下来歇歇吧 累坏了身子可不好啊 闭嘴 这就闭嘴 这时 一项话不多的花月行说 我记得 在宫中的时候 见过永宁公主 永宁公主脾气好 待人谦和 怎么会成为 他人利用的棋子呢 说着 他摇了摇头叹息一声 华武道说 一旦入了宫墙 哪有独善其身的可能 你也在宫中待过一年 不也差点卷入墨里的纷争 华长老说的是 只能说 老天不开言啊 这没办法了吗 希望太渺茫了 一旦深入五脏六府 就已经不是修为高低 所能解决的了 这时 靠在一旁喝酒的潘离天说 若是 在医术上超凡入圣的修行者 兴许 还能保他多活一些时 冷罗看了一眼潘离天 老潘 难得你我的意见这么一致啊 连三位老年阁的长老 都如此笃定 其他人又岂敢有意见 换言之 永宁必死 这让人太难以接受了 小鸢儿看了三人一眼 不满得倒 永宁姐姐那么漂亮 肯定不会死的 三位长老也不跟小丫头一般见识 漂亮要是能当命火 老朽年轻的时候 岂不是无敌了 连师父都没办法 昭月有些不太想面对这个现实 疗伤和杀人 完全是两回事 如同这块砖 花无道单掌一抬 附近一块砖 飞入他掌心之中 刚起环绕 砰的一声 碎渣建设 就在那些碎渣蹦开之时 花无道利用钢印包裹四周 将所有的碎渣控制悬浮 紧接着便朝着掌心汇聚 这精彩的一幕看得众人心生惊讶 这极其考验一个修行者的控制力 花无道把空中所有的碎渣重新凝聚成一块砖的模样 这控制力 这控制力登风造极 众人似乎也在这时明白了花无道的意思 一旦砖石碎裂开来 哪怕修为极高 想要将它全部彻底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也几乎不可能 砖显得很粗糙 控制力精准 也不过只能维持它的形状而已 花无道手掌一握 碎渣尽数落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多谢指教 冷罗和潘离天压根没看花无道装兵 而是看向房门的方向 在三位长老的解释下 众人就像是蔫了似的 垂头丧气 丝毫没有精神 鹿州将元气再次度入永宁公主的体内 刚才的一张绝地疗伤卡 的确是治愈了百分之三十的伤势 但很奇怪的是 在她的体内 那些钢气竟然再次扩散开来 开始腐蚀那些 已经被恢复的五脏内斧 好诡异的钢气啊 不会吧 老夫刚夸下海口 这就要自打脸了 鹿州想起了强化版绝地疗伤卡 如果不能一下子治愈 那么这些钢气终究会重新蔓延 腐蚀内斧 这意味着 强化版绝地疗伤也会没用 那现在上哪儿去找百分之百的绝地疗伤卡呢 坏了 要翻车了 师父 斯乌牙见师父陷入思考 奇怪地叫了一声 将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鹿州抚须 退下 徒儿遵命 斯乌牙转身离开了房间 鹿州担长一翻 又凝坐了起来 鹿州只有神庭静的修为 留着反正也没用 先用所有的元气压制住伤势 后续再想办法 一念至此 鹿州推长输送元气 元气如同溪水似的 鼓鼓进入他的经脉之中 有了元气补充 永宁公主的脸色也好了一些 鹿州加大了元气输送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永宁内斧之中 那股奇特的力量朝着他的元气扑来 就像是不允许其他元气进入似的 福运的力量 天师到 鹿州轻贺一声 丹长向前一拍 梁州一战实在太过混乱了 以至于根本没有人看清楚 永宁是怎么使用刚刃的 没想到 永宁使用的是天师道的福印 神庭静在对付福印上 终究是不太高 元气很快收送的差不多了 就在他准备收掌的时候 福印的力量竟然顺着经脉反噬而来 鹿州本能调动天书的非凡之力 金光瞬间变成淡淡的蓝光 这时鹿州的脑子中 浮现出陌生的字符 能不动本计 而网易十方一切岔土 利益群生 此为五体性质神通 天书神通 鹿州使出这一掌的时候 纯粹是本能使用 因为是对付福印的力量 所以使用的非凡之力并不多 仅仅只有十分之一 双掌升蓝莲 蓝莲绚烂绽放 与双掌间爆发出蓬勃的生机 福印的力量瞬间被蓝莲摧毁 紧接着 蓝莲没入永宁的身躯当中 先是缩小 而后突然膨胀 虚影似的蓝莲 一米 两米 三米 十米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四周辐射 仿佛扎根南格 往周围蔓延 怎么回事 快看那盆花 南格垫中花盆里 一些干瘪 甚至枯萎的花 竟在这时蓬勃生长了起来 生液开花 此刻出现在南格的众人 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当中 年轻的弟子们见识尚短 只觉得惊奇新鲜 以为是修为高深 便能做到这般神奇的一幕 老年格的三位长老 看着那迅速生长而出的花盆 生液开花 充满了不能理解和震撼 不管是佛门的慈航普度 明镜台 佛光普照 还是道门的坐望养生 都不可能做到这么快的生涨开花 生涨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像是在目睹 昙花盛开一样 接着 大家看向永宁公主 所待着的房间 淡淡的生机扑面而来 如暮春风 潮水般的能量 让众人提起了精神 尤其是刚走出来 没多久的丝无涯 原本颓废的她 此刻竟被这特殊的能量 喜去疲惫 丝无涯心中惊讶 眉头却皱在一起 她多次猜疑 师父她老人家 已经破了寿命大限 无论从各方面的表现 还是未回摩天阁知识 所获取的情报 种种的迹象表明 师父真的可能突破了 寿命大限 真相就差一层纸而已 却没有人敢承认 因为承认 往往就是在否认真理 丝无涯的思绪陷入了挣扎之中 陷入了复杂的自我怀疑 自我猜疑 如沐春风般的能量消失了 众人视线落在了之前 那些盛开的花盆上 花朵向着阳光 鲜艳明媚 几乎让人误以为 入了春天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道淡蓝色的连夜 好像从房间里飘出来的 然后就没了 潘仲揉了揉眼睛 不敢确认道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 这么说来 真有蓝色的连夜出现 周济风附和道 但是感觉很舒服 有种梦醒的感觉 飘了飘了 快快快 使劲掐我 哎呦 你他妈还真掐呀 再吵 我就打了你们的嘴 小冤儿回头瞪了一眼 两人立马安静了下来 看向紧闭的房门 房间内也恢复了正常 露出神庭镜的元气 消失得一干二净 但天书的非凡之力 只用了四分之一左右 他发现永宁公主的脸色 似乎好了很多 似乎变得红润了一些 有效 福音的力量被摧毁 也不至于会好得这么快才对呀 露出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掌心 刚才的场景 他也一一看在了眼里 有巨大的淡蓝色的蓝莲出现 有小到大膨胀 然后瞬间消失 这四种天书神通 治疗 露出将永宁公主放平 再次切脉检查 体内的浮印力量的确消失了 腐蚀的力量也被全部清除 这就治好了 露出有点难以置信 他缓缓起身 再三确认 没有其他大的问题之后 便副手朝着门外走去 门开之时 露出看到众人的表情各异 眼神疑惑惊讶 表情怎么都这样啊 这是被老夫的数学题搞磨成了 他心中这么想 嘴上却什么都没说 副手踏出了门槛 陆周说 休养一段时间 便可痊愈 严霸朝着南阁外走去 丝无牙闻眼 心中微动 朝着房间内跑了过去 其他人则是一脸蒙蔽啊 老年阁三位长老都已经下了断言了 永宁公主几乎不可能被治好 就算治疗 也不过是为她拖延一些时间罢了 什么叫休养一段时间便可全域啊 言外之意 治好了 剩下就调养一下就行了 陆周离开之后 其他人纷纷涌入房内 丝无牙一马当心 急如风 来到了永宁公主身前 她发现永宁公主的脸色已经红润了一些 心中一喜 俯下身来 切脉检查 她刚搭上手指 才想起来 修为已经被束缚 没办法检查 嗯 老朽看看 潘黎天将手中的酒葫芦递给潘仲 走了过去 撸起袖子 隔空叹气 元气落在了永宁的身上 众人看向潘黎天 等待她的检查结果 潘黎天的脸色开始正常 紧接着变成了疑惑 而后眉头一皱 继而眼睛一睁 惊恶 震撼 这 怎么可能 老潘 情况怎么样 潘仲来到身边问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潘黎天不断念叨着 其他人见她不回答 纷纷摇头 这什么叫不可能啊 冷罗上前 同样台长叹气 元气落下 她的动作比潘黎天流畅的多 但是到了后面 便显得很迟钝 只不过 她戴着银色面具 没人能看到她的表情 她后退了一步 声音沙哑道 嗯 奇怪 话无道也忍不住了 用同样的方式检查了一遍 三位长老 在摩天阁的地位不言而喻 说话一向有分量 众人看向三位长老 等待他们的回应 长老 到底怎么了 就在花无道 还没回答的时候 潘黎天连忙 伸了伸懒腰说道 那啥 老朽突然想起 还有点事 说着 急步走向外面 一步三十丈 转瞬消失 第五百零八丈 众人一脸懵逼啊 说跑就跑 一点长老的架子都没有 脸皮厚的可以啊 冷罗摇了下头 扶手朝着外面走去 他性格一向古怪 不怎么合群 其他人也不敢上前阻拦 就这么看着冷罗 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房间 很快也消失了 这时候众人 只得看向花无道 吃一欠 长一智 就在他想要 转头离开的时候 其他人站成一排 给躺住了 花长老 到底怎么样啊 花无道咳嗽了下 老脸有点不自然地说 他没事了 丝无牙闻言 心中放松了许多 花长老 你不是说治不好吗 有吗 没有吗 没说过吧 花无道 厚着脸皮 向外走去 这次没人阻拦了 三位长老离开以后 众人纷纷白眼 小鱼儿说 我就说师父可以 昭月点头道 都别说了 让他好好休息 众人纷纷离开房间 与此同时 陆周并未回到东阁 他去了后山的一片丛林之中 找到了一棵蔫了的树木 想起刚才的场景 便抬起了手掌 脑海中果然再次浮现 天书神通的字符 能不动本计 而网易十方 一切岔土 利益群生 掌心之中 顿生一朵微型的蓝莲 绽放着淡淡的蓝光 陆周刻意压制住 非凡之力的爆发 一点一点倾斜 往前推掌 掌心中 飞出一朵蓝莲 落在了那枯萎的树木上 紧接着 那枯萎的树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新焕发青春 发芽生长 可能是因为使用的 非凡之力非常少 也只是让它 发芽生长了一些 很快就停了下来 这验证了陆周的猜想 换言之 这第四种天书神通 便是类似于治疗的一种手段 但感官上 比治疗更具作用和生命力 验证完猜想 陆周满意点了点头 那么 还有没有其他的天书神通呢 想到这里 陆周返回东阁 看了看羊皮古图 他惊讶地发现 羊皮古图上 九州已全部具现 西南异州 东部青州扬州 北部济州 阳州 西北雍州 西部梁州 中部豫州 京州 大眼九州的地图 竟全部显现在眼前 这 难道是提示老夫 下一份天书开卷 散落在九州之上 九州天下 浮原辽阔 若是没有好的非年 或者像白泽这样的做起 想要横跨九州 只怕是难如登天 在人类城池活动的范围内 倒是没有大问题 一旦进入 杳无人烟的区域 比如森林 沙漠 便会异常凶险 以于上荣这般修为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欲见飞行 抵达乌咸山 羊皮古图的其他地方 依旧是白茫茫一片 不过 根据地理位置可以推断 往西便是荣西 往北便是荣北 那些都是一族待着的地方 鹿州将羊皮古图全部摊开 轻轻挥手 羊皮古图悬浮在身前 这张羊皮古图 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一张桌子都放不下 看到还有不少空白的区域 鹿州不由得皱眉 这些又是什么地方啊 即便是积天道 也仅仅只是去过荣西和荣北 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停留在大盐 对于荣西荣北以外的东西 了解不多 鹿州 鹿州放下羊皮古图 没有继续观看 他忽然想起 丝无涯说的那些话 此次子心性不定 不可信 来人 呼吝一下 外面一道身影悬浮在东阁外 师父请吩咐 出现的是小圆儿 非树鸣使音 让他查一下暗王 哦 可是 要怎么找到暗王的人啊 思过洞 徒儿明白了 小圆儿转身消失 与此同时 端林学派 如此洞前 众多端林学派的弟子 同时吵着洞口空声 一口同声 声音震天 公养祖师爷出关 翁地下 石门缓缓一开 如此动众 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精神 甚至还有些颓废 但他双眼深邃有神 让人不敢怀疑 他曾经的辉煌和地位 这便是端林学派 当前最年长的老祖 祖师爷 长言 常见的事 老夫已经知道了 这时 大弟子少进寒连忙跑了过去 哭丧着脸道 祖师爷 摩天哥日代是欺人坦慎 前摩余少荣 大枪匹马过天前 杀了掌门 不仅如此 整个修行界中 天师都大招了 河区学派大长老 容颜安 住持等人 尽数被余少容斩杀 若是一天不出摩天阁 修行界一日难以平静 弟子不得不恭迎老祖出关啊 长言 修行界一日难以平静 看众人 看众人 摩天阁 姬老摩还没死啊 少进寒连忙将当前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说给了长言 尤其是余上荣 被张远山重伤的谣言 以及摩天阁半山枯萎的事 说了一遍 长言听完以后 眉头微微皱着说 姬老摩的大县已到 他的修为又如何维持巅峰的 回祖师爷 姬老摩一直汲取这金庭山的屏障 维持状态 如今屏障的力量 已经彻底消失 正道七大名门 已经组成图抹联盟 只要准备充分 便是围攻金庭山的最好机会 老夫听闻 十大名门围攻金庭山 两次失败 祖师爷 前两次失算 这次正道联盟谋划了很久 我们端林雪派 能不能在修行界立足 就看这次了 这话 说中了长言的想法 杀人偿命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 长言不管以前的是非 修行界有他运转的规矩 强者生存 弱者亡 一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只不过 他能做什么呢 第509章 老夫的修为 已降至原神二业 摩天阁众多弟子 天赋极高 如何应对啊 老祖请看 少尽寒挥挥挥手 后面站着的两名弟子 端着东西走了上来 上面盖着红布 少尽寒将布料掀开 一个又一个的小瓶子 出现在眼前 这是 魔原密钥 除了长言感到有些惊讶以外 其他人倒是显得很平静 魔原密钥 是修行界中被禁止的一种禁钥 长言眼神复杂地看着魔原禁钥 沉声道 你好大的胆子 少尽寒当即跪倒在地 其他人尽数匍匐在地 祖师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弟子 愿受任何惩罚 请您看在学派上下 所有弟子的份上 出手吧 额头 砰砰砰的触地 连续磕了三个响头 其他人一时跟着磕头 数百人同时磕头的场面 何其震撼 砰砰声不绝于耳 长言的老脸 不断抽动了几下 心绪复杂 按理来说 他的大县没多久了 剩下的时间 就在如此动中好好休养 到时候风光厚葬 这一生 尘归尘 土归土 一切都该了了 可是 长奸的死 让他心绪难宁 死 终究是要死 长言又岂会不懂 邵剑涵的意思 反正大县将至 倒不如临终前 造福一下学派的徒子徒孙 事实上 当他得知长奸被杀之后 他便有了这个想法 只不过 一直没有这个魄力下决定 看着弟子们的跪拜 他陷入了纠结之中 够了 声音回荡 所有人停了下来 长眼随手一挥 那药瓶飞入他的手心里 此事 老夫考虑考虑 但 他语气一顿 继续说 围剿摩天阁 必须慎重 端林学派 终究比不过大宗门呢 邵敬寒文言大喜 请祖师爷放心 图摩联盟 已经准备了一些先行计划 确保围攻胜利 端林学派 只需要配合就行 到时候 祖师爷也许压根 用不到魔原密钥 长眼看了邵敬寒一眼 没有说话 扶袖返回洞中 恭送祖师爷 长眼返回洞中 端林学派的弟子们 纷纷站了起来 邵敬寒作为端林学派 大弟子 如今统筹学派 上下事务 几位长老闭关不出 他只能扛下重担 大师兄 斩金连的事 要不要跟祖师爷说啊 邵敬寒摇头的 要说 要等除掉摩天阁也后 祖师爷大献将至 斩了金连羽送死无矣 端林学派走到今天 不得不做出一些 非常规手段 眼前几名核心弟子点点头 邵敬寒继续说 另外 所有端林学派弟子 不得挥砍金连 能不能在修行界立足 就看这次了 夜幕降临 摩天阁一片安静 在北阁下方 半山腰 峭壁岩石上 三位长老仰天欣赏着月色 老朽 实在想不明白 阁主是怎么做到的 那刚刃之中 有很重的符咒力量 就算是天师道的高手 也很难清楚 盘里一天靠着一块石头说 华吴道说 盘长老都搞不清楚 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再三确认了 永宁公主的奇经八脉 被损毁的经脉 都被奇经的修复了 两人看向面带银色面具 没有说话的冷罗 冷罗副手看了一眼月光 冷罗年岁小于阁主 但也算小有见闻 如此其他的疗伤手段 前所未见 老冷了 你当时是不是受了伤 自暴的情况下 还能活下来 冷罗看了盘里天一眼 这老东西啊 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见冷罗没有说话 盘里天也不再开他这个玩笑了 两位觉得 阁主隐藏了多少修为 花吴道摇摇头 表面上看 阁主只有神庭化道的修为 但实际上 应该还在八夜巅峰 阁主的确深不可测 不过 老秀倒是觉得 有没有可能 阁主已经入了酒夜 盘里天笑呵呵道 两人同时看向盘里天 事实上 冷罗和花吴道 早就有这个想法 可问题是 如果阁主是酒夜 为何还要费这么大的精神 伪装成神庭静的修为 不去横扫那些 觊觎摩天阁的势力呢 反而任由那些势力成长 组织什么什么什么 涂摩联盟 酒夜 不太可能 不过 阁主既然主动将 砍金林的修行之法 公诸于衷 说明他老人家 也有对酒夜的追求 有道理 永宁公主这事 作何解释 盘里天说 冷罗瞥了一眼 脚尖一点 身清如燕 笔直而立 副手朝着摩天阁飞去 老母就算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 花长老 你呢 盘里天慈眉善目地 看着花吴道 别害怕 老朽 虽年长于你 但这偌大的摩天阁 也就你二人 与老朽谈得来 花吴道愣了一下 这话听着 怎么有点甚人啊 他连忙站了起来说 我还有事 花月行这段时间啊 要冲击三叶 我给他护法 老花 该不会是你年轻的时候 犯的错吧 盘里天哈哈笑了起来 花吴道老脸尴尬 脚踩八卦圈 闪身离开了岩石 一时间 岩石上就只剩下 潘里天一人 潘里天干脆横躺在岩石上 看了看明月 自我迷糊道 老朽 若是在年轻两百年就好了 刚感慨完毕 下方传来了沙沙声 盘里天耳朵动了动 丹长往岩石上拍了响 砰的一声 整个人向上旋转 而后顺势往下落去 威严的声音响起 哪里来的小贼 第五百一十章 紧接着 便是一道掌印 朝着半山腰的丛林中 飘了过去 掌印落入丛林 消失不见 那沙沙声也消失不见了 有何 好快的速度 盘里天踏空向下俯冲 掠过丛林 已经消失不见 盘里天的修为 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加上大战大乌八马 受到重创 但不代表那些修行者 可以轻易地 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走 哪里走 盘里天甩出手中葫芦 迅如闪电 朝着山下俯冲而去 不过 江史终是老的辣 在追到山下的时候 盘里天挺了下来 不再追击 想吊虎离山 老朽奇会上当 严霸 准备飞回 就在这时 山路处传来了声音 前辈 何不下来一叙 你是何人 晚辈 镇仓学派风流 风流从巨树后走了出来 风流 盘里天可不认得这种小人物 想了一下 并无印象 轻横道 此地金庭山 摩天阁 老朽奉劝一句 二等速速离去 若让摩天阁弟子抓到 后果自封 假使 镇仓学派掌门 风清和 曾与老前辈 有过庶面之缘 你是 风清和的弟子 正是 镇仓学派本是十大名门之一 净明道辉煌之时 自然与其交好 盘里天落了下去 目光一扫 你找老朽何事 风流刚要唱篇大论 盘里天直接沉声道 长话短说 老朽的时间 很宝贵 风流一正 他本想从正道大议上说一遍 再提一提 静明道被于正海所灭的事 说到底 于正海也是摩天阁的弟子 盘里天这是在仇人的窝里啊 但没想到 盘里天压根不给他机会 老前辈 正道图摩联盟已经组成 摩天阁早晚会被灭 盘里天忽然甩出手中的葫芦 那葫芦金光闪闪 风流双臂一挡 砰 后退三步 稳住了身形 老前辈不仅当年 修为果然正在恢复 可惜内伤严重 盘里天心中一动 没想到风清河的弟子 竟有这么高的修为 于是不动声色道 你找老朽 是要理解老朽与摩天阁的关系 摩道长觉人人得而助之 于正海死虑九州 民不聊生 老前辈 闭上你的嘴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请老前辈兑现承诺 老前辈 当您驾驶 祝您顺利离开靖明道 您不会忘了吧 盘里天没有说话 事不相瞒 风平乃是我胞弟 在梁州 遭遇鸡老摩 修为尽尸 以成废人 晚辈的要求不高 摩天阁九大弟子 您随便挑一个废着他 你与驾驶之间 从此两亲如何 盘里天说道 老朱与风千和之间的事 与摩天阁何干 难道老前辈不认账 风流说 他还真怕 潘里天入魔道以后 回了他举不认账 只不过 潘里天毕竟来自靖明道 曾经的第一高手 欠账不还 还真不是他的风格 他被四皇子所救的时候 为了报恩 不惜戍边多年 后生晚辈 没有资格与老朱对话 待老朱见风清河 你好 老前辈 请 两人踏空而行 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两个时辰后 夜色渐 两人一边飞行 一边说话 风流开口问道 老前辈 以您的身份和地位 七大名门随便您挑 最低 都是长老之职 为何偏要 入摩天阁呢 老朱乐意 姬老末虽然修为可怕 但终究扛不住天命 更何况他这个年纪 已经不是用斩帘修行 你也知道斩帘 斩帘之法 已经传遍整个修行界 谁忍不知 老朱若是你们 就好好折服 研究斩帘之法 待九夜之时 想要横草摩天阁 还不是守道秦来 时间不等人呢 九夜需要的时间太久 摩天阁那么多宝贝和工坊 哪个门派不觊觎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一切的驱动力 无非就是利益罢了 哪有什么所谓的魔与正 若真的只是为了抹杀姬老魔 那十大名门只要耐心 等个十年即可 何须非要和摩天阁 拼个你死我活呢 世间所有的纷争和矛盾 揪起根本 无外乎利益而自 于是乎 先拔头筹极其重要 风流飞着飞着 突然停了下来 玄空道 老前辈 何不就此加入镇仓学派 讲师说了 只要您老加入镇仓学派 首席长老之位 非您莫属 潘黎天忽然觉得 这年轻厚生 不识好歹 老朽的话 你听不懂 听不懂 见了风轻盒 我自然懂 恐怕 您见不到僵尸了 就在这时 树林的周围和上空 出现了上百名修行者 有树人手持弓箭 还有一些 在高空盘旋 陷阱 潘黎天没想到 镇仓学派风流 会这么卑鄙 风流悬空后退 笑道 晚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晚辈本想劝您回头 既然您不愿回头 那就葬在这里吧 潘黎天大手握住酒葫芦 落了下去 这一来 反而被众人围在了该心 老兄以为 风轻盒 也算能分得清是非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潘黎天抬起手中酒葫芦 狠狠地往嘴里灌酒 咕咚咕咚 所有的酒全部倒入口中 身前的衣巾 也被洒下的酒水浸湿 风流爽 与魔道 没有什么道义可讲 晚辈该说的都说了 你早已不是巅峰状态 若是束手就擒 心绪还能留个全尸 潘黎天随手一扔 酒葫芦变成了金葫芦 围绕着他旋转 你说的对 老朽身负重伤 的确早已不是巅峰状态 尽管如此 亦不是尔等所能欺辱 好